东南亚是全世界华人最多的地区 有三千多万华人 而东南亚华人中有一个群体十分特殊 就是巴巴娘惹 在15世纪初 明朝人郑和所带领的船队 七下西洋多次停留在马来半岛 加深了明皇朝与南洋各国的联系 从那时起许多华族男子移民到东南亚 并与当地的原住民通婚 巴巴娘惹就是指15世纪初到17世纪期间开始 定居在马六甲印尼和新加坡一带的 中国明代清代移民 和当地原住民通婚产生的混血后裔 而男性成为巴巴 男性成为农妙 这栋建筑曾经是19世纪富商正经贵的豪宅 已有上百年历史 后来游行业主翻修成了现在的博物馆 在这里走路可谓是一步一百年 而这里的物件也保留得非常的完整 想要了解娘儿文化 这里也有中文解说给你介绍 门票也不算贵 成人二十 儿童免费 而且这里还可以拍婚杀照 当然不是免费的 那博物馆里还有很多东西值得去了解 中文字幕直播审理 在第五位置审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杨克之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杨克之上 允质 杨克之下 所以留下您的人民帕方 冷准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大跨 来 我们今天去吃凉热糕吧 色彩鲜艳 香气浓郁 这是凉热糕的两大特色 光看表面好像用色素做出来的糕点 其实不是的 是用植物 榨汁 压重的 不仅有植物的清香 而有食料的作用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加昂菇柜 你知道吗 昂菇柜在混沌的时候就会染成色 但是如果做上市的话 以黑白为主 所以在不同的场合 昂菇柜的外皮都会染不同的颜色的 像凉热糕七彩缤纷 常用的植物染料有 斑兰叶 用斑兰叶做成的桂葛达药 蝴蝶兰 加了蝴蝶兰的浓涅巴酱 还有洛神花等多种植物 我现在手上拿着的是千层膏 四千层膏不能一口吃下去 要一层一层的吃 寓意着我们的人生 一步一步的走 一步一脚印 踏踏实实的人生才是最牢固的 也希望大家慢慢的走 学会欣赏原路的风景 珍惜当下